不过说到健康 在美国每年有40万人是因为吸烟而死亡的 随着大陆移民不断的增加 现在美国疾病管制局赞助的华语戒烟专线 希望在新的一年能够帮助大陆移民戒烟 也可以适应美国的无烟环境 这个华语戒烟专线推出公益广告 在华人各大媒体上热播 传达出抽烟危害身体健康的警讯 专线总监也是圣地亚哥加州大学癌症中心朱书宏教授 他说了加州华人的戒烟成功率是中国的七倍 因为在加州可以抽烟的场合越来越少了 也证明环境可以改变习惯 华语戒烟专线提供说国语跟广东话的专人服务 还有一对一戒烟咨询 更多相关讯息也欢迎您上官网或打专线来查询